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位是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郑士伟 大家好 立法委员高嘉瑜 大家好 立法委员洪孟凯 大家好 以及政治评论员王峰 大家好 台湾最近国际能见度提高 但是美中大战似乎是彻底选边站 是站在美国这边又要炮轰世卫 而且还要就责大陆 最近两岸关系相当紧绷 因此总统的就职演说 如何谈两岸关系是备受瞩目 我要再次重申 和平 对等 民主 对话 这八个字 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 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 破坏台海的现状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 我们也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 与两岸关系条例 来处理两岸事务 总统的520就职演说 到底提了几次中华民国呢 有人就帮总统算了一下 提到台湾49次 提到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是在过去选举的时候 经常出现的6次的国民 是出现了一次 而中华民国则是出现了5次 那么和过去相比呢 其实是差不多了 就是说差不多呢 都是会提到台湾比较多次 40几次 而提到中华民国次数5 6次 和过去算是差别不大 而至少呢 也没有出现过去很多人说 好像有点怪怪的 这个国家 只不过呢 我们听到了总统呢 他还是说 这个他的这个 应该是说他的演说是四评八文 那么强调的是 不接受一国两制矮化台湾 两岸和平啦 对等啦 民主啦 对话等等 我们要请教一下风哥了 我们看到最近两岸关系 其实是比较紧绷的一个状态 所以首先 到底总统的这个就职的谈话 对于和换两岸关系 是有帮助的吗 那么再来呢 总统有提到 八月要成立修宪委员会 优先通过18岁公民权等等 那么来看到目前 民进党在立法院的61席 能够办到吗 我想从今天 蔡总统的这个就职演说里面 关于两岸的这个部分 我认为啊 这个从内容上来看的话 这个两岸的僵局啊 将很难解决 因为第一个 那蔡总统在演说当中 完全没有提到九二共识 那我想九二共识 是大陆一再强调的 所谓的定海神针 那你把定海神针舍去不谈 连一个字都没有的话 那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那第二个明显的信号 就是表明反对一国两制 那我想这个一国两制啊 我想也不是习近平这一任 这一任期的大陆领导人所提出的一个方案 是早在198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邓小平提出来的 大陆甚至于认为 所谓的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天才的发明 那我想这两个如果在讲 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啊 第一个九二共识没有提 第二个否定这个一国两制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号 那我想这个关于台湾的这个问题啊 其实蔡总统讲的非常的清楚啊 那这些这些话啊 比如说两岸要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这几个字在我们听起来都非常的OK 可是呢在大陆听起来 会有不同的一个解读啊 那我想我我们不谈现在的状况啊 我刚刚谈到这个邓小平 对一国两制的天才发明啊 其实在1982年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啊 柴契尔夫人访问大陆 来谈这个香港未来的主权问题 就是1997到底未来要怎么解决的问题 见面之后啊 邓小平第一句话就告诉柴契尔夫人说 在主权的问题上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啊 主权问题没有任何商量的空间 那换句话说 蔡总统今天的讲话啊 两岸要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对大陆来说的话 我相信啊 他们也是非常刺耳的 那换句话说 一国两制 你否认了 九二共识 你舍而不谈 然后呢 你要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当然从台湾的角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可以说是精神 或者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可是对大陆来说的话 他是怎么去感受 或者是怎么样去听这句话 而且呢 早在1980年代 大陆的一个定调 就是说 台湾方面有三种条件 他是要采取武力的 第一个就是 长期啊 就是一直持续拖延 不愿意跟大陆谈 这个统一的问题 第二个 就是片面宣布台湾独立 当然没有二话说 第三个就是外国势力的介入 那如果说这三个条件 如果任何一个对大陆来说 他都没有办法 他必须使用武力的 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 从台湾的老百姓出发 从台湾的角度出发 当然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两岸的所有的问题 当然蔡总统 这个520的谈话 就等于是一锤定音 定调 未来的四年 到底是怎么走 但未来的四年 从蔡总统谈话 我觉得现阶段 两岸的僵局 将是免不了的 那么在今天 520总统就职日 蔡英文总统 也重新接任了 民进党的党主席 整个府院党的人事 大势底定 只不过呢 还是遭到了一些质疑 而且出来质疑的 还是行政院自己的 性评委员李安尼 他说这个新内阁的名单的 性别比例 还不如蒋介石时代 只有派系 没有理念 最主要就是因为 新内阁的这个 女性格员 只占了2.63% 不过当然当中 并不是没有受到 瞩目亮眼的女性 比方说像是 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 那么现在呢 他要去接 总统府的发言人了 他很高兴 他特别自己表示说呢 能够破纪录成为 府院党三帖纪录的 发言人呢 帮自己来洒花了 好 对于古拉斯来说 这是他的一个 生涯的里程碑 只不过呢 似乎有不少的网友 还蛮调侃的 包括像翟神就说了 这是我国酒驾 零容忍政策之下 史上官位最高的 酒驾更生人 让我们敬他一杯 网友也说了 这是一个喝酒励志的故事 应该要纳入教科书 越失败越犯错 过身的越快 民进党让我觉得好励志啊 好 这个是网友的看法 那么除了这个古拉斯 备秀竹目之外 很多人也注意到的是 民进党的人士 那么就是呢 民进党的副秘书长 林飞凡 他要继续留任 在副秘书长的职位啊 那么先前呢 他接任这个工作的时候 月薪是九万块钱 而副秘书长的工作呢 主要主管的 尤其是这一次 他要负责的就是 面对呢这个对岸以及这个外交部等等的相关的政策会等等 好 那么网友就说了 恭喜九万啊 九万真香啊 能够领导太阳花 那么才领九万是不是领太少了呢 成功号召了五十万人 集合在凯道上 像这种人才领 这个应该要领二十万也值得啊 那么还有人说 哇 立下了大功竟然还是领九万吗 还有人说他是哪一位啊 是那个呢 喊要捍卫台湾的替代役吗 好 这就是网友针对啊 这个服务院党的这个人事案呢 有一些他们的调侃的说法了 只不过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我们刚刚前面就说 最近两岸关系是比较紧张的 对蔡总统的第二个任期来说 怎么样缓和两岸关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我们要请教一下孟凯 那么很多人就说 因为林飞凡啊 当初他带领这个太阳花上街头呢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标签性 立场很明显的这个一个人事 代表他呢 就是要反服貌反货貌嘛 所以像这样对待大陆的态度 犹太主导民进党的大陆政策 会不会有点和总统宣示的 两岸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有点背道而驰呢 当然是背道而驰啊 如果说总统你真的现在认为说 两岸关系在你第二任 已经可以放开大开大合的来做的话 真的你想要往比较良善的方向来走的话 你怎么会任命一个当初一直深思历劫 并且打着大旗就是说两岸有任何关系的 都是黑箱的部分的这样的人呢 这不很像是说这个你叫一个喜欢吃这个卤猪脚的人 他去管理这个跟回教的人当好朋友吗 这完全不对嘛 这背道而驰嘛 那么另外再讲说刚刚网友的这几个意见 不管是看到这个行政院的总统府的发言人也好 或者说林非凡这个9万 其实这什么 看在我们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很多人开始放这无薪假 这个一来一往落差 会觉得说哇 现在这一张民进党党政好像真的不错用 所以说可能很多人都开始在撑献了 可是我们还拉回来讲 当初林非凡 你讲所谓的两岸 你想所谓的服貌有这个黑箱的部分 六年过去了 请教现在两岸的监督条例在哪里呢 民进党已经在立法院占多数 已经到第二任的一个会期了 怎么没有在针对这个部分 你当初所谓的黑箱 怎么没有拿出来检讨改进修正审查呢 这不就是标准的打假球吗 再者我们来看 其实总统今天上午讲的 这所谓的两岸平等对待 对话 我们大家都认同啊 而且甚至他讲是说 这个一国两制的部分 我想台湾2300万人 针对这一国两制 没有人接受 所以说你也不用执政党 不用急着去扣帽子 但是问题在于是 你讲完了之后 然后呢 如果说你的陆委会 如果你的这个民进党的大陆 中国大陆事务部 还是一样用过去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待 甚至你放任民进党的立委 三不五十就提出一些法案 说什么要先删除国家统一前的条例 提出来了又收回去了 提出来又收回去了 你这不就是玩假球吗 如果说用这样子一个两手策略 一黑一白的话 那这样子真的会让大家认为是说 你总统今天的宣誓 真的只是表面文章说说而已 最后我们讲即使是反扶帽 当初十年前所签订的ECFA 现在到今年的九月也已经十年了 可是现在的民进党 现在的执政党 现在的经济部次长也都说 放心ECFA绝对不会停 ECFA我们要让他继续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们所作所的 还是认为是说两岸只要互相的来往 都是对台湾人民有利的嘛 既然如此的话 你为什么还要放任这样的一个 那么意识形态那么强的一个人 来负责你民进党的中国大陆事务部呢 难道你真的认为这样子的双手策略 台湾民众还没有办法看清吗 另外一个是这个我们的行政院 性别平等委员会的委员李安妮 他对内阁的人士 这份民伴批评的蛮重的高委员 他说你看这个女性在内阁的比例 比蒋介石时代还要倒退 认为难道内阁人士 这是只有派系没有理念吗 你怎么看 其实我们也认为说 这一次内阁的阁员里面 女性确实太少了 如果相较于我们的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 女性的参政比率是全亚洲第一名 那包括我们总统蔡英文 其实在世界各国在这次防疫期间 也把我们的这个总统 跟其他各国女性的领导者来并列 认为说女性其实在参政的表现跟能力上 其实都不输男性而且可能比男性还更好 那所以多次我们在国际上得到我们在性别参政的比例 或是女性参政的比例上都备受肯定的这个时候 在内阁阁员的这一次上面 我觉得是有点失分的 也就是说大家期待女性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跟机会 那在任用上当然过去郑力军他在文化部长任内 也得到很多的肯定 那他也离开了这个团队 那现在这个一级的部会首长 大概只剩劳动部长许明春还留任 那其他可能就没看到了 那当然我们更期待就是说 至少在我们的这些内阁的团队里面 有一些年轻的或是亮眼的面孔能够出来 世代交替 让年轻人也有表现的机会 所以这一次也看到说 不管是发言人或政务委员 也任用了一些年轻的人 那当然外界有一些认为说 这些人可能是长期跟书院长在身边的幕僚等等 那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当然行政院院长他要去组阁 然后这些团队们 其实某种程度上 帮院长来执行他的政策跟理念 也代表了院长 那如果说这些人没有办法 把院长所交代的使命能够完成的话 其实整个团队也都会受影响 所以我觉得整个任用的过程中 当然院长的决定权在一个主要的部分 但是最后的表现也是院长要承担 那另外刚刚讲民进党 其实民进党现在很多的一级主管 几乎都是年轻人 包括林赫铭 包括林非凡 包括我们青年事务部 网络事务部 发言人等等 你可以发现说整个民进党的面孔 全部都年轻化 当然我们也期待国民党 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 也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来做一些 不管是世代交替 或是新的一些 把这些创意 还有网络 这些能够去加进这个元素里面 让国民党更符合这些 年轻人的理想跟这个诉求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520 其实是蔡总统的第二任任期的刚开始 不过民进党是不是已经找到 2024的下一个假想敌了呢 好 最近为了这个纾困的问题 侯友宜要跟中央来要 SOP变成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口水战 但没有想到的是 不只是陈时中来跟他对抢 新闻市议会 甚至是隔壁县市的 这个桃园市长郑文燦 竟然都跟他开港 那中央辞职没有办法做出来 不想是不能还是不会 基本上中央都已经做了 中央会做也能做也做了 但是如果用比例来看 就会把这个事情会看得比较清楚 好 中央陈时中说 你新北市比例是很低的啦 然后呢 再看到这个市议员啦 还有包括隔壁的市长 都要来参议卡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市委 所以看起来 到底是因为找到了假想敌吗 还是说地方首长自定纾困 SOP就应该要被围剿呢 确实 你说侯友宜市长 是不是陷害绿营的一个假想敌 如果说以这一段 这几个月的一个防疫过程当中 我相信有很多的一个机构 都做了民调 我们侯友宜市长 他确实在防疫的这一个 六都市长的一个排名 都是名列前茅 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 那我相信包括了 当时这一个口罩 要落实实名制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央征用完了之后 刚开始在领口罩的时候 也是一团混乱 也是侯友宜第一时间 来跟中央建警讲说 是不是能够用健保卡 来做一个实名制 由药局这边来做发放 那你看到中央从善如流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时间点上面 中央会听你的 后来陈时中部长 他的一个民调节节高升了之后 那当然你侯友宜 如果说你又这样子 炮打中央的话 甚至于你又把这一个风头 盖过中央的话 那当然你就会成为剑靶了 所以说你包括了 这一个所谓的一个纾困之乱 在5月4号行政院院长 他第一次宣布讲说 农渔民你这一个三万块 直接就直接发到户头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又讲说 你如果说要这一个 没有固定工作 你要请你一万块钱的时候 你从5月6号开始 能够到各地方新市政府的一个区公所 来做一个请领 但是到5月6号 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 各地区公所混乱的时候 只有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率先讲了一个重宽认定 资料重检 然后重述发放 结果桃园市长郑文燦也跟进 然后来讲 到了隔天的时候 你看到一片混乱 好了院长就出来道歉 那你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这一个侯友宜 他把这一个所有的一个 纾困的一个名单 送到中央去的时候 卫福部又有话讲了 可是你不要忘记了 那个时候院长出来 开记者会道歉的时候 他讲什么 快速收件中央审核 基层免责 是由你中央审核的 新北市只不过是照办 在假期之前 赶快把这些资料 送到你卫福部 卫福部不收 然后又讲什么 又讲说 这个快速收件中央审核 地方免责 这可能讲得太快 那卫福部次长 也有讲说 知识院长讲错了 那现在你侯友宜 你包括了新北市议会 民进党籍的议员 你现在又在批判他 无外乎就是他的民调高张 你现在把他当作 2024的一个假想敌 你现在就直接把他逗凑 然后是不是能够把他打趴了 那侯友宜以后就没机会了 所以纾困现在也变成了 这个政治的口水话题 不过说实在话 这次台湾防疫真的不错 所以现在逐渐要朝向 解禁来迈进了 只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总统还特别感谢 说所有曾经到医药局 去排队买口罩的国人 但是为什么排队买口罩 因为先前口罩的量不够 但是现在每天口罩的生产量 高达2000万片 很多人就发现说 都已经日产2000万片了 我们算一下 其实几乎是可以平均一天 分给全国全台湾人 一人都可以拿到一片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一样 两周一个成人 可以买到九片口罩 想要多买一片都买不到 到底口罩到哪里去了呢 好事实上如果说 我们以一家三口为例 来计算的话 如果呢你觉得家里面 口罩够用 你要捐给外国的有人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一家三口 每个月呢 一指神工按下去 就可以捐出54片 如果是两个月的话 就可以捐出108片口罩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家里有人在国外 你要捐给自己的孩子 而且还要二等亲之内 两个月只能够寄出30片 这个规定到现在 已经每天有2000万片口罩的情况之下 还是没有改变呢 好很多人就说了 其实申请口罩输出许可 真的对了一些伤了年轻的父母来说 蛮麻烦的 要上网填资料 程序非常的繁复不说 到邮籍去寄送的邮费 高达七八百块钱 而如果是国际快递的话 还要上千块 这运费比口罩贵太多了 在这样情况 大家都会说 那我能不能够一次寄多一点呢 对不起不行 就是两个月只能够寄30片 在这样情况之下 为什么台湾的孩子和外国的友人相比 好像是外国友人比较重要呢 网友就说了 送给外国人是吃到饱无限量 送给自己的孩子 雕三祖四到底是什么道理 有人说当初我们省吃检用 让这个政府可以拿去捐给国外 现在每天2000万片了 为什么还是不能够多买一片呢 邮寄的费用一次上千块 多几几片为什么不行 送给外国人轻而易举 但是送给自己人却是千辛万苦 难道我们的台湾 因那不如外国人吗 那每天已经是产量2000万片 到底口罩去哪里了 为什么到现在不能够全面开放 让大家能够自由来买卖呢 孟凯 其实听起来这真的是蛮心酸的 我们真的不禁想问 不好意思 真的外国的月亮有比较圆吗 为什么我们现在国人14天还是只有9片 而且这14天9片当初是1.0 2.0到3.0的时候 好像已经成长很多 你如果说是整个总体产量不够 那也就大家就是共体时间算了 但重点在于说现在的产量 如果依照经济部的讲法是 一天可以有2000万片的话 那国人23万不是应该要先做满足吗 为什么14天9片 而且14天9片你要想 我们已经扣掉了周休二日 一个礼拜上班5天的话 其实还少一片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国人自己就没有满足到 那台语有一句话讲得好 吃吃还没吃 你还想要打冰 你明明就是现在 个人使用都还不够的情况下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让我们看到是说 Taiwan Can Help 这个口号打得正天响亮 原来我们多出来的口罩 是送给国外的旅客 送给国外的友人吗 那我们又讲了 如果说送给国外 到最后只是看到 为了要看到有些这个国外的官员 上面带着一个Made in Taiwan 这样子难道我们就是达到宣传目的吗 可是重点在于是 国人的防疫 国人的使用 国人的安全 有没有在这个执政党政府 现在的考量之中 没有错嘛 很多人会讲是说 如果说现在解禁的话 我们有看到网路上的民调 确实有人讲说 如果说我们贸然现在解禁的话 有可能因为口罩 它是使用期限 相对来讲比较长 也许会有人要想要多买一点 因为怕说不知道什么时候 下一次疫情来 但是能不能最少最少满足 就是每个国人一天一片的需求 我觉得这一点不过分吧 为什么现在的执政党 没有办法先满足国人 而是现在先靠国外 最后我只讲一点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在立法院 每天都有行政部门官员来背询 或者说我们看到有些时候 蔡英文总统或说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们都出席公开场合的时候 也都戴着口罩 国人同胞制想问一句话 你们嘴巴上的那口罩 都是自己去排队买的吗 如果说不是的话 如果说在过去这段时间 政府相关的官员 都没有排队买过口罩 抱歉 今天蔡英文总统 你的讲稿里面讲说 感谢大家排队买口罩 这不就是在消费我们一般 没有权势 没有地位 没有身份 只能辛辛苦苦排队的小老百姓吗 所以还是奉劝 当官者要以民为本 如果没有跟民众站在一起的话 不接地气的政府官员 真的 真的会让我们觉得 没有办法信任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